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赚钱 然后孩子一个地伸出来 家里的开销一定很大 对不对 那他们想要存点钱 当然要去更会了 不然也没有别的方法 对不对 那可是他们是怎么样去这个叫做理财 能够理吗 我也不知道 他们对于这个更会这个事情 到底有没有对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那就让他们自己来说了 来欢迎我们最可愛 精力旺盛 也是我的偶像 愚慧妈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然后来欢迎这一位 是妈妈身边的小秘书 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春兰师姐 你好 爱人姐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然后再来就是欢迎这一位还蛮可爱的 这个儿子真的也很可爱 我们的建明 建明你好 爱人姐好 全球大爱知己人大家好 我们在看建明小的时候 是还蛮有趣 很清秀 他小时候长得是像女生一样 清清秀秀 他是很清秀 很内向 内向 他很内向 他有他的王国 对 他会躲在自己 他的秘密的秘密基地 基地在哪里 就是小的 在家里面的有个秘密基地 我们家其实那时候很小 所以我爸爸隔了一个隔间 那很小 大概比这桌子稍微大一点 下面是摆这个黄豆 黄豆 米 米那些东西 那算小仓库吗 类似小仓库 我就睡在上面 你就睡在小仓库上面 对 是你真的睡觉的地方 真的睡觉 因为我们家就有那么大 很小 很可难的 很可难 因为我们看得出来真的很可难 也是真的很辛苦地跟着爸爸 这样子妈妈一起这样子成长 可是父母的身教影响了一辈子 对不对 对 以前你的钱每天摆拆 买到你的钱 还是你管还是两百百的管 他也没管 我也没管 他在收 要收他就放在这个团队里面 他也要付 付豆子钱 米 米 还有糖 糖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就 花一万 他就要去扶 对啊 跟他做 你這樣亂亂就對了 也沒有在管這個 也沒有說 他躺多少 在拖地我把它拿去落地 也沒有 沒有 我都沒有 你也不用 你也沒有地方給我花錢 沒有 那種子也不用補習 那是說 那個時候沒有 有 有喔 路邊有去吃 去吃 當時他們這些小孩 就在磕瘦 都磕磕磕磕磕 都帶去恩子宮那裡 去拜拜 去那裡 香油漬 香夫 香夫 夫 叫那個夫 飄水 那裡 整路 恩子宮那裡 都是 去吃很多 對 那裡都會磕磕 那時候 帶小孩去 去小孩 一路都會磕磕 對 媽媽對於這個部分 就是很大方 但是她自己沒有在花錢 就讓那個人 讓那個人去吃 你就 祝台風的給她 台風 不是沒有台風 如果我們有 跟她說這樣 做生意可以賺 有些飯堂吃 我們看她這樣也可憐 就去飯給她吃 對 可憐 我還會記住 在一集裡面 有說到說 借面帶一個同學回來吃飯 你就做便當 讓她帶去給同學 對嗎 有 這個是媽媽媽媽媽媽的愛心 但是還收錢 有收錢 對 那個是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已經國中二年級 對 那時候因為是越南輪陷 所以有很多越南華僑到台灣來 是小委會 其實我那個同學比我們大概大兩歲 她一個人在台灣 她飯量又很大 所以我就回來跟我媽媽講說 那我們是不是中午給她 帶個便當給她 我的便當已經很大 她比我還要大一倍 對 那可是她大概念了半年就沒有念了 那我不記得到時候 當時有沒有跟她收錢 那我媽媽就說 那如果人來很可憐 便當反正給一個家 給一個豬 而且我們那時候家裡有做包飯 對 包飯 所以那個就是反正有飯有菜 就帶一個便當 讓她去學校同學吃 對 好像 對 好像 那人在外面來 她騎上 她也是跟那些小孩 可以說 很可憐 在... 對 到時候要秀那些小孩 對 對 她如果把我放 我都會 但是小孩 都沒有人用錢就對了 缺 缺 用會用 要用比較少 又什麼...怎麼辦 你們應該同學會有零用錢 那因為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的高中跟大學 都在家裡幫忙 都在家裡做事 就想說幫爸爸媽媽 減輕一點工作量對不對 像我爸爸在送飯的時候 有時候要爬三樓 然後一個人抱著五個箱子 五個送飯的箱子 那我想說我如果去幫爸爸 我拿三個兩個都好 爸爸就不用那麼辛苦 是... 那因為我在家裡 幫忙時間很長 然後我媽媽就要求 我爸說要給我五千塊 一個月給我五千塊 因為我已經高中大學了 就是老師要跟爸爸拿錢 這也是... 也是有點那個 可是我爸不給我 因為我爸爸是... 他事實上雖然說 他的學位沒有讀得很高 可是他很有理財的觀念 我爸爸他很會...很有眼光 他很會買房子 所以我們家的... 我們家買房子的時候 就會繳貸款 或者是有什麼支出 所以我爸會覺得說 這個不是很必要的 還是買房子繳貸款重要 他把親眾先後分很清楚 對... 所以給孩子的這個零用錢 他覺得不是那麼重要的 有需要再拿就好 沒有說每個月 就給你多少錢這樣子 所以你爸爸沒有給你 你心裡面不會覺得... 我會... 我當時是會很生氣 因為你看我... 不然你出去打工都有錢 對... 我是覺得我一直有個觀念就是說 家裡的孩子這麼多 兄弟姐妹這麼多 那我們可以多幫媽媽爸爸一點 爸爸媽媽就輕鬆一點 我是這樣的理念 所以也不會去想那麼多 雖然心裡面會有一點不舒服 可是那你怎麼會去化解就是體諒 像暑假寒假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很生氣 同學都可以出去玩 我就在家裡 下午的時間 我們家做自助餐的時候 我下午還要洗冬瓜茶的瓶子 我還要賣剉冰 我就會很生氣這樣 會啦 這難免 就是等那個情緒反應啦 可是自己 因為身為老大嘛 就是責任感比較重 對 就覺得說 這個事情好像沒關係 反正我到時候想要出去玩的時候 我爸爸還是會讓我去的 那你如果真的有... 還是難免嘛對不對 年輕人想要出去玩 你還是會去 他會讓我去 那爸爸會讓你去 你出門在外要坐個車什麼的 還是要花錢呢 對 他會給我 因為他覺得 老大好像做的家事比較多嘛 對... 好 所以這個爸媽的這個 這個生活的這個 尤其是爸爸 那這個都給大家很好的榜樣 然後我也看到就是說 這個想要多賺一點錢 那就是更會嘛 逮花了對不對 逮花了就可以... 可以卿錢了對不對 有 對花了沒有很穩 沒有啊 當然有 有的 有的這樣 花了自己 收花了很稍稍的 它頭表 照去用 也是有 那個 當時 我當時 人家下去 放在那裡 那個跟我們洗衣服 我不知道 對兩腳 三腳 結果 他把我們洗衣服 落後也沒看到 能走啊 我們跟他對 他把我們錶 他把我們頭錶去 他自己頭錶去 後來也 找不到人了 你這樣 那有很傷心嗎 傷心也沒辦法 有生氣嗎 有生氣嗎 有什麼 你有生氣嗎 他這樣跟你騙 去也沒辦法 找他們弟弟 他們弟弟也沒辦法 洗衣服他也沒辦法 這樣大家都沒辦法 沒辦法 對啊 其實 走就走 走就走 其實像這樣子的狀況 會影響到你們嗎 你們將來 你們後來 敢更會嗎 長大都會有 還會跟人家 還是會 還是會 那但是會用什麼樣的心情 來面對 如果說真的錢 就這樣沒有了 因為我媽媽有講過 他說他如果會還你了 就還你了 如果他不還你了 表示我們前輩子可能欠他的 那我們現在還了 我們下輩子不再欠了 就不相欠了 不相欠了 對 這也是讓自己 自己這個就是上人說的 原諒別人 就是善待自己 對嗎 對 沒有這樣想也沒辦法 這就是點點滴滴的智慧 對不對 那只好自己去善解的 好 那這個我們家的美好時光 到底後來怎麼樣去解決 那他們怎麼樣可以有一個 真正的美好人生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了 好不好 感恩媽媽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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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